我发现你是一个很冷静 然后会一直进化自己的一个创作者 蛮好的 蛮好的 所以你也是一直不停的在 督促自己进步的人 对 就是默默的一个人 在工作室里面画画 哎呀 好 今天不会再默默的一个人 为什么 因为你接下来就是要 把你这一项技能交给大家 是 大家可以一起默默再交给大家 但科技选卡卡他用的是试画 这个是我 好 可爱很可爱 对 我整理出三个区块 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 你希望缩短制作的时间 但是你又希望画面不要那么单调 我就会建议 像刚刚讲的 把图片放大之外 把背景换成情境式的 那既然他都规划了 这么完善的一个平台 为什么你不试看看呢 哎呦 讲得太好了 人家都把你规划得好好的 这样子我没有让Ken哥 更想要制作主题 你好厉害 你都会去整理这些 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 创作大小事 我是阿Ken 上一集呢 我们针对主题入门 提供给大家一些基础的知识 那今天呢 我们要再深入一点了 我们要把主题制作的重点 要来教学给大家 我们再次欢迎到的这位是 教学非常厉害的马蒂老师 大家好 我上次跟马蒂聊了一次之后 我就觉得你真的很会教书 而且你把细节都讲得很好 即便是我这个门外汉 我听完以后我都觉得说 好像我真的有一台电脑 我自己都可以来试试看 制作主题了 对不对 上一集是把一些基础的东西 交给大家 是 今天这一次我们要把 更深入的一些 主题制作的方式 也要一并的提供给我们所有 正在创作的一些新兴创作者 好 但是我们还是想要跟你聊一下 就是制作主题 我知道你已经有 大概六七个主题的 对不对 是 我想知道的是 一开始 你可能没有在计算时间 对吧 我现在也没有 现在也没有 对 我只希望他好而已 你只希望他好 始终如一 嘿 但如果手边还有其他的案子 当然还是会做一些时间分配 所以不会说有一个 deadline 就是你自己设定给自己 就是说 我大概要在 比如说一个月之后 这个东西一定要上架 这样 你不会给自己设定这些 我觉得会有这样子的设定 原因是他可能有急迫的需要让这个主题去有收入的需求 如果你刚开始 像我刚开始创作 我会想要他快一点完成 是我希望我可以赶快使用他 嗯 我希望他时间制作时间可以缩短 因为我想要使用他也可以想要让亲朋好友可以使用 对 那到后期之后 比较有经验的 我更 我会更多的去着重在他的完成度好不好 嗯 对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会分享到的 哎呦 就是不是只有快而已啊 一定要好才行 如果快又很好也可以 可是我不是快的那个 真的吗 是 通常在制作主题上面 你事先会做出哪一些准备呢 嗯 准备的话呢 一样是因为大家很常 现在大多数的时间都在滑手机嘛 其实要掌握时事或者是 市场的卖动其实是很容易的 那可能像现在大家都喜欢木兰迪色系啊 嗯 那种比较柔和的色系 是 或者是说比较夯的活动 像露营啊 或者是有一些大多数人会养的品种的狗狗 像柴犬 其实也可以 柴犬对 很受欢迎 那不然就是猫 其实猫派也是更多的 我听以前有个新闻讲 讲说是 他们是最 呃所有动物里面 大家搜寻影片是最多的 大家最想要看猫 的一些动态啊什么的 对不对 其实猫的潜在市场很大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也可以创作跟猫相关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灵感的来源啊 是 所以你也会不会去参考别人的主题 从别人那边感受到说 诶有一个新的灵感 这样子 对这也是我建议大家的 大家其实可以多多使用不同的主题 并不一个主题就可能要用半年 或者一年 你可能心情转变上面可能 刺激的转变 春夏秋冬 你喜欢的颜色可能不一样 冬天可能就是蓝色或蓝灰色 那夏天可能就会比较明亮的黄色啊 或者是绿色海灘的颜色 比较明亮的颜色 这些主题其实 你可以去跟你当下情绪去做呼应 就是你希望说你打开LINE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什么 是 对那这些其实也是可以去做多多的尝试 譬如官方主题啊 跟别人创作的主题或自己的主题 自己的主题一定要买啦 因为你自己使用你才能观察你哪一些地方可以改进 那别人的主题就不限于原创区或者是官方区 但是我还蛮推荐大家买看看官方区的主题 因为官方区的主题很多是知名的公司 他们创作的 他们的完成度真的非常的高 嗯 那你其实参考并不是抄袭啊模仿啊什么 其实参考只要可以融会贯通 把它变成属于自己的主题的话 其实那些资讯都可以参考 都可以来试用看看 所以我也很强烈推荐大家可以买官方的主题 对啊 对啊 因为有很多小巧词啊 哇 就是多用 重点是要多用 对 你自己在创作 然后同时间你也是消费者 对不对 你也在买其他主题 好的循环 好的循环 对对对 那你在这个创作的过程 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一直到现在有这么多次经验之后 你自己是怎么样优化每一次的主题内容 优化的话 还是你觉得你每一次都是最棒的 没有没有 我每次都觉得他用哪一些可以再做修改 是吗 对 如果去优化自己除了参考别人的 参考不是只是看 参考其实是要买 买来使用看看 你就会知道这个配色 你可能用了几天 或几个月之后你才会觉得他有点腻了 你就会想要去换看看 哦 对 那所以你自己在优化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你一定要买自己创作的 你不是创作单纯是为了有收益 因为这样子你没有办法去做更多优化的一些调整 你一定要自己使用 自己是创作者也是使用者 这个蛮重要的 就是也许我用了这个东西 我第一个礼拜我觉得很新鲜 可是用了一个月之后就好腻哦 这种感受是为什么 到底是创作主题里面有什么样的元素 我必须要加进去还是应该要抽掉 这些都是创作者本身要去观察的 对这些就是你创作下一个主题 你可以取错取舍的 把好的留下来 嗯 那不好的就改进 对对对 我发现你是一个很冷静 然后会一直进化自己的一个创作者 蛮好的蛮好的 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 你难道没有说 有时候创作比较没什么动力啊 或者是你看到卡卡的这样 比较懒懒的躺在那边 你也就说那我也懒懒的好了 不会啊 所以我很常脱稿 我的时间管理不太好 真的吗 可是你感觉起来蛮有效率的 养太懒散的狗狗会跟他一起懒散在那边 真的哦 会有一点 你脱稿是一回事 但是有没有动力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可能有这个脱稿 小小的一个小怪习惯 但是问题是你下一次还是会继续想要创作 会 对 那个创作动力来源来自于哪里 跟粉丝有关吗 粉丝会不会一直鼓励你啊 或者是 粉丝是其中一个因素啊 那主要是我觉得 譬如主题我可能隔一年都没有上架新的 那我觉得我应该要督促自己 在主题这个区块可以 用我现在的已经进化的功力 去划看看现在的主题 可以是呈现什么样子 是不是比以前更好 如果跟以前差不多 那就表示我没有进步 哎呦 所以你也是一直不停的在督促自己进步的人 对 就是默默的一个人 在工作室里面画画 哎呀 好 今天不会再默默的一个人了 因为你接下来就是要 把你这一项技能教给大家 是 大家可以一起默默在家里画画 默默在家里面看 然后看完这段以后 进化你自己 好不好 接下来马上进这一段教学了 Let's go 好 到了大家最期待的 主题制作的重点 好 我们要欢迎Mati 再次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大家好 好 上一集了解到主题入门的一些技巧 跟知识 那今天我们就来进行到下 关于主题的重点教学的部分 好 那主题制作的重点呢 我们上一集提到了主要图片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观察主要图片 它在构图上面有什么技巧 可以更让这个主题的图片更吸睛 那这五张图片其实都是我已经上架在LINE的主题小铺里面了 那我把它们列出来让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 有什么共同性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红色虚线框出来的部分 就是主要图片会排版的区块 是是是是 没错 构图建议呢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把主要的画面置中 就是放在中间 或者是偏下方的区块也可以 这样子是整个构图空间感会更好 而且可以凸显重点 嗯嗯 那主要图片之外 还有另外一张图片也是尺寸比较大 我们也可以去观察它的构图 就是聊天室的背景图片 是 那这五张图片呢 也是我上架的主题里面的其中一个物件 嗯 那实际在使用聊天室背景图片的状态是这个样子 就是红色框出来的区块 那它上面其实会叠上很多聊天的对话框 对 对 那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怎么构图会比较好 你有看出一些什么一些一致性吗 除了可爱之外 除了可爱之外 就是你主要的图片都在下方的位置 要把其他的空间让给大家 做这个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字 天哥学得很快哦 对啊 好学生啊 因为我有一个好老师 对 还有他 还有他 对 虚线的部分呢 就是可以把整个画面划分成上跟下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把重点画面置于下方 OK 那上方就是尽量可以留白 或者是让版面清爽一点 这样就会比较方便阅读 是是是方便阅读 因为它功能性比较重要 嗯嗯嗯 接下来我们刚刚讨论完 跟观察完构图的部分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思考 怎么去提升主题的完整性 嗯 那这边我整理出两个小配布 可以让主题的完整度更高 好 第一个是色调的平衡 第二个是善用主题重点元素 嗯 色调平衡呢 大家可以观察右边这三张图 是 它的主要色系其实都不会超过三个 这个黄色的部分 嗯 对我来说它不算是色系 因为它占主要的画面的比例很少 就可能它只是装一些装式性的 所以点缀色不算 尽量把颜色控制在三个色系内 这样子哦 所以看起来会 嗯 会看起来比较协调一点 对比较协调也不会那么乱 对对 嗯嗯嗯 那除了色系的数量之外 也建议大家在饱和度的挑选部分 也可以挑选相近一些的 像中间这一个配色 它的颜色其实明显的 就比左右两边的配色明亮很多 是 对那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观察颜色 那大家制作的经验越来越多的话 就会知道怎么去观察颜色的搭配 对经验也是很重要的啦 是 第二个是善用主题重点元素 嗯 像我们可以开始 嗯 我们可以试着去观察 像这个野餐的情境 它的主要重点元素 可能是像背后云朵般的 这一些背景的装饰图 嗯 还有它整个氛围是粉红色的 嗯 对这一些区块 还有它可能里面有一些细节啊 像是什么在野餐啊 那些小食物 对 好可爱 对所以它 我就可以把它的 可以把它的重点元素 运用在 暗线选单区的背景 或者是密码锁的区块 嗯 这样整体看起来就知道 它是一系列的 嗯 它的完成度就很高 是 那这个就是山栏 然后还有一些 你可能在露营的时候 会穿搭的 你可能浴夫帽啊 或者是拍照啊 露营车之类的 还有小屁屁 对因为科基的屁股 对啊 很疲愈嘛 对啊 那接下来我们刚刚了解到 完成度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更细部的去观察 譬如选单按键区的画面设计 选单按键区就是我们上一集有提到 大家最常使用的区块 是 那因为这个部分 也是我认为最困难的 原因是因为它的自由度很大 它可以有很多种设计的方式 对所以我这边为了让大家可以 更快的抓到设计方向 整体出一些 让大家可以更快入门 对 哦 那背景图片呢 我把它分为情境式跟经典色块 是 那选单按键图片我把它分成 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 你真的觉得每张图都要做不一样 真的太累了 你其实可以用这个off 就是用这一张图片 然后你在设定可能它开启了之后 你可以把它放大 就变成下面揭开 对对对 就有点类似focus的感觉 focus zoom in的感觉 zoom in的感觉 对 所以就有一种on的感觉 对不对 譬如我們按鍵功能可能會有聊天或者是新聞 today之類的 那我們就可以用聊天者就會聯想到電話 那如果我有在經營IPU可能經營的是科技捲卡卡 那我就會想要把科技跟電話結合在一起 然後他可能就在看報紙 然後這就是很直觀的 就是你不太要去想像他可能還要去露營 或者是他要去野餐就很簡單 但是又很明瞭很清爽的感覺 然後第三個 看科技捲卡卡他用的是試畫 他用手機 這個是我 好可愛很可愛 好 然後他比較歐時裝一點 歐時裝 歐時裝 然後第三個 第三個 第三個是不同的畫面有不同的變化 就是垂直來看他其實是這個動作是有關聯性的 他還沒被點到的時候他在看著吉他 他點到之後他其實就是開始彈奏 那這個也是一樣就是拍照 之後會有一張拍力的照片出來 對 是有關聯性 但是這就是進階的進階的玩法 是 好 那我們剛剛了解到主要的設計方向時候可以去做一些變化 對我整理出三個區塊 如果你是初學者的話 你希望縮短製作的時間 但是你又希望畫面不要那麼單調 我覺得建議 像剛剛講的把圖片放大之外 把背景換成情境式的 這樣其實就加分很多 有情境式的 的背景 對對對的氛圍 會看起來完整性很好 完整性也蠻高的 對這個增加畫面豐富度 那如果你是比較喜歡直覺性的一些案件 就是你不想要太複雜 你不想要有氛圍 你就是覺得聊天就是聊天 對 新聞就是新聞 對你要簡單又明瞭 你就可以用這種經典色塊搭配 依照功能 案件去設計這樣子 但是他不一樣的是他是有不同動作的切換 大家可以從這個物品去聯想你的角色 怎麼跟這個物品去做互動 那如果你已經經歷過前面這兩個階段 你覺得你就是要讓他完整 獨立的在這邊露營的話 你就可以選這個 就是你可以選這個 這個就是你的背景 就有一個人的露營時間 沒有沒有他們是一個group 他們是一個group 對不起 那他們也在互動 這邊這邊 他們有互動 這邊有特別強調 他有三景 然後該睡覺的睡覺 該傳吉他的跟喝茶的都可以 有拍照的 所以其實像這個 他如果你沒有點他的時候 他就是躲在帳篷裡 那你on的之後 他就會看出頭來 跟使用這個主題的使用者去互動 沒錯 對那這是垂直的變化 如果想要更複雜 豐富感多一點 你也可以想像他也是可以平行互動 譬如他們兩個看起來就是很開心在露營 然後他就是在睡覺 對對 其實一些細節是可以去做 可以去玩 很多玩法 這個都是創作者自己要 對 人先要有的構想 這就是自由度最高的方式 對對對 但是你要有一個一致性嘛對不對 就像你這樣分門別類 就是說看你是要功能性的 很直覺的 嗯 還是要有情境的啦 等等這些要自己要很清楚啦 我覺得 如果不清楚也可以看我們的影片 大家就可以看清楚 這就是我們拍攝的出裝嘛對不對 對對對 好那最後一個是情境是這個 自由度最高的玩法 有一個比較需要留意的是 背景圖片盡量的簡潔 因為怕會搶會去影響到案件圖片的呈現 是 還是要清楚 對對對 好 然後接下來 如果剛剛的介紹還是讓你覺得 喔你真的還是沒有辦法製作 你還是覺得超累的 欸 那我就 那你就賣就好了 不要自己創作 不行還是要自己創作 你要有收入也要有支出嘛 OK 那你就可以 其實我有觀察到一個細節的部分是 在LINE它公布的製作準則裡面 是 其實有一些圖片是重複的 所以其實它代表 也許它這一個選單按鍵裡面 它們兩個圖是可以共用的 是 所以我就把它整理出來下面這個表格 就可以看到綠色的檔案名稱 其實它就是可以跟左邊的圖片是共用的 所以我整理出來之後發現 一個驚人的發現是 8張圖片可以共用 而且可以減少準備共12張圖片 這樣子我沒有讓天哥更想要製作主題 妳好厲害喔 妳都會去整理這些 去觀察這些 這樣 其實也是我最近發現的 因為我之前都是做不一樣的 真的啊 對對對 這樣真的可以省很多時間 那因為它會這樣子的原因是因為 妳真的滿適合自己開公司的 對 欸我是來這邊拍影片的 減少成本 我是來教她的啦 教她的 妳是一個很好的教學者 對 然後會觀察到這個細節是因為 其實LINE在很多國家都可以使用 但是它每個國家可以用的選單功能不一樣 對 所以 所以其實它 可以重複的 使用重複的圖片表示他們不會同框 對 對 所以 這樣子 真的應該可以增加大家想要創作的慾望 的確會 那選單按鍵區就結束了 最後就是密碼畫面的變化 它跟剛剛的選單按鍵區其實 邏輯差不多 就是它會有個切換功能 那最基礎的就是剪影 最簡單的 是 這個也是剪影 這邊有一個設計技巧可以提供給大家 是因為 我們在解鎖的時候 它是從左到右 是 從左到右 其實它也可以是一個時間軸 是一個故事 啊 對 就是一個時間軸 是進階版的 所以我就設定了一個 因為卡卡的角色 人物角色的設定是 它就是很懶散 懶惰的 懶惰 懶散 那娜娜趕快出去玩 然後覺得天哪你怎麼在睡覺 對 那之後呢 他就看著它 可是這隻兔兔 他可能覺得 欸我們都出來玩 所以他拍著照裡面 然後最後他們就同框 表示他醒來了 所以他就是會有一個主題性 大家在解鎖的時候 可以一二三四章 依序的發現說 欸這裡有一個小巧思 蠻好的 這是給大家一個 而且大家可以自己腦補嘛 像我剛剛創作出來的故事 跟你就不一樣 差不多 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然後生了小孩 然後拍全家福 欸這好像也蠻合得久的 蠻好的啊 也OK啊 他們是不同物種耶 我也不知道 所以就想像世界裡面 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 天哪適合當創作者 創作自己的 對對對 好 最後 最後的部分就比較簡單了 對就是後台宋審注意事項 後台宋審我其實也是著重在顏色的搭配 我們剛剛有說到盡量選擇 相同或相近色系的嘛 對對對 那我這邊 我這邊就整理出可以主色調 就是綠色跟膚色嘛 所以其實這樣搭配起來很柔和 畫面是柔和的 但是可以看到其實裡面還是有粉色 或者是黃色土色的顏色嘛 對 其實也可以選擇這樣搭配 只要飽和度差不多的 其實配起來反而有壯色效果也是蠻不錯的 也是蠻不錯的 那這邊就是盡量避免的一些錯誤 就是選擇顏色飽和度差太多 像這樣子的綠色跟這樣的綠色其實有落差 而且這個綠色太深了 其實它有點搶了密碼圖片的封口的感覺 這個紅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選了這個 它看起來就不算順眼 這個紅色應該有更好的紅 我只是想要凸顯出這個顏色不要選 不適合 這樣 然後右邊還有一個重點是 最畫框的顏色 還有遺度文字是否明顯 像這個綠就太飽和了 太飽和了 自反而有點看不太近 義大利綠 紅跟綠張太強烈了 就是綠色是不OK的 但是它的以讀文字還算明顯 可是像旁邊這個黃色好像還可以 而且還蠻適合的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是它的以讀文字太緊了 反而看不太清楚 就是它的顏色排版的款式 就不太適合我現在創作的這個畫面 所以也不太適合選擇 了解了解 這就是後台送繩的時候需要注意的 謝謝大家今天 太棒了 我覺得你是介紹得非常的完整 細節上面也聽得 我想大家跟我一樣都覺得很清楚 謝謝 不過最後還是要請妳講一下 就是想要鼓勵一下 這些創作者們 他們可能現在只有在製作貼圖 如何畫出來 製作更多不同的商品 我覺得其實LINE推出的產品 它的製作過程其實都大同小異 因為LINE它很貼心 它的製作準則都非常的清楚 對 那你需要的就是準備好你的決心跟耐心 你一定要把它畫完 你畫得完就有辦法上架 因為其實LINE的後台 它已經先幫你預先審核過一次 就是你的圖片不適合 或者是說你的背景圖片 有一些雜訊或雜點 它其實都已經先幫你過濾過了 所以你可以按下送審的那個按鍵 表示你的圖片其實都準備得差不多了 那既然它都規劃了這麼完善的一個平台 為什麼你不試看看呢 唉唷 講得太好了 人家都幫你規劃得好好的 對啊 你就去試嘛 你就去畫 而且是free free ok 而且你畫得好 說不定你很受歡迎 你還可以得到一點非常不錯的收入 可以養護自己的收入 對啊 OK OK 真的太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創作主題 因為主題的區塊真的 現在還有還需要很多心血 哇 很棒 我覺得馬蒂老師教學能力很強 也很會鼓勵 相信看完這一集之後 大家就迫不及待 要動手自己去製作主題了 今天要非常謝謝馬蒂老師 謝謝 謝謝同學們 下堂課見了 拜拜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